那上次我就带他跟他弟弟去买珍珠奶茶喝 因为我只要工作压力大就要喝珍珠奶茶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去买的时候呢 我就天气很冷又下雨 那我就赶快拿了珍珠奶茶我就往车上走 那弟弟很机灵他就马上跟着我 可是我女儿他还在那边发呆 然后所以等到我走到车边的时候 我看到他还在柜台 其实我离他不过就这样子 一两公尺的距离 然后他就看到我走我就叫他的名字 那可能是那个店员也提醒他说 妈妈已经走了 然后他就到车上以后 他就一直怪我说 你为什么刚刚没有等我 你为什么刚刚没有叫我 然后我就说我怎么可能不等你 我一定会等你 我怎么可能不等你 他就说我就是觉得你就是没有等我 他就开始一直碎念了 那你知道很多时候 如果我没有办法去意识到 小孩背后的不安全感 其实妈妈很容易抓起来 你就觉得说你在掳什么 就一种小事你在掳什么 我就想到他小时候的这些事情 然后我就想到这些事以后 我就想说他小时候那时候 一定也不好过 然后我就把嘴巴闭上 然后我嘴巴闭上以后 我女儿就开始一直碎念 你知道下雨耶 然后外面都是雨声 然后一个小孩在后面吵 然后一直重复一样的话 就简直快要疯了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到家以后 就停下来 然后我就 我女儿就因为我都没有讲话 他就说妈妈 我就是怕被你丢掉啊 我就是很怕被你丢掉啊 然后后来 对他就是他就讲了这句话 那我觉得对一个小孩来讲 要讲出这样的话 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转头跟他说 我就是等一下好好跟你谈这件事情啊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叫他 又用同样的招数又来坐我腿上 然后看着他的眼睛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很怕妈妈像弄丢 因为我常常弄丢手机跟皮包 我就说你是不是怕 妈妈像弄丢手机皮包一样 把你弄丢 他居然给我点头耶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在我女儿的心中 他只是手机或皮包 对一个妈妈来讲 其实是蛮难过的